哈喽吃食玩乐的粉丝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组长 今天我们测试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大家看塑料袋 没看得到 就是我们的Metro 事情是这样子的 前几年我就是无意中的刷Facebook 然后就发现原来Metro已经开始了网络商城 那我就随便去手机翻一下 特别是手单是免油的 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网购 然后现在就告诉大家我整个网购的体会 还有体验 ok 你订购的话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首先先上Metro的官网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个网购的 然后也会说40块钱以上的产品就free delivery 但是是for the first time 我们就可以开始shopping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 然后你会看到哦 这香蕉就一根就几毛钱 然后小黄瓜 番茄啊什么的都有 然后最重要是真的是它flyer上是什么特价 它也是特价的 那还有就是肉 然后肉呢 它就真的是一百克一百克这样子去给的 然后还有这个鸡肉啊什么的 它也会说了是大概多少钱each 然后它现在就特价 然后until什么时候 然后你也看到了鸡蛋呢也有 然后牛油啊 还有蔬果类的 它都有 然后呢你看到它也有不同的分类 所以就是你要买鱼啊 seafood啊 vegetable啊 还是一些cleaning的东西啊什么的 它全都已经在那里了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按一个checkout 然后checkout 那里就会有一个你需要的地址啊 还有一个那个时间 那你就会看到你可以选任何的时间 就几点到几点啊 十点到十二点 十二点到两点 两点到四点 四点到六点 六点到八点 八点到十点 那就是说每两个小时一个区间 那从早上十点开始到晚上十点 你都可以去选择这个时间 当然你可以不想要明天或者不什么的 其实我这个order呢是啊 周五下的 但是我是要啊周日才啊 才要这个包裹 那他就会啊 你就可以去选好几天之后的时间 未必是要啊 一定是要那是要那一天的 后来之后呢你最后就会填写 你如果你有那个 就everymind 然后填写你的东西 然后就之后去out 去付款就行 本购的时候决定了送货时间 是十二点到两点 现在是一点二十二分 然后送货员已经到门口了 我准备拿我的包裹了 红红 我就买了一些这些小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Metro很好的是 为什么会有三代呢 原来是Metro呢 他会把不同种类的东西 就会分类 例如就说像我这个 我买了他们的肉 小瘦肉 他会先拿一些透明的保鲜袋 先帮你装好 然后再一拍放进这包包里 就是我还买了他们Metro的水口盘 他也是先用一个透明的袋包好 然后再放里面 那这一袋呢 就是要完全要放冰箱的 就生的东西要放冰箱的 所以他就把这一袋 就这样子太好给我 那另外一袋呢 这一袋呢 就是我买的一些罐头啊 最近想吃一下西式的 西式的汤呢 就是可以就放常温的 那还有再来的这一袋呢 也是要放冰箱的 但是他就是跟肉隔开了 这个呢就是混沌面 我是没试过 所以我就是专门买来试一下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 总体感觉我就会觉得还不错 因为这些产品什么的 一袋袋都分好类了 你感觉也很干净 特别是像肉啊水果 还有单独再一个小的独立包装 他很准时 因为我们都是上网去订了 然后就去选择时间 那在这个范围内 我是选12点到2点的 那他一点半左右到 其实我觉得还ok 就前提就是 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就框着 而且你今天订的话 其实最快也是要第二天才拿呢 对于你要立马需要这些东西的人 那真的没办法 你们还是要需要去订购其他的网站 如果像我这种就是明天根本没有时间 或者是今天也不急着要的话呢 其实你还是可以去试一下Metro的东西 因为他的那些种类啊分配啊 最重要的是Metro上面打折的 就flyer一样全都是特价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以后每周就不用去超市里买菜了 嗨嗨我又回来了 上次呢订单之后 Metro又email了我三个pomo code 然后可以给我下面三次的运费都是免的 那这一点呢我非常喜欢 所以呢我就再体验了一次 也刚好呢下单的时候 然后新闻已经在报那个纸巾啊 是已经到处缺货了 然后我就上Metro看 诶纸巾是有货的 我就赶紧下单了 3月12号的时候下单 但是3月13号已经是food booking了 那只能选3月14号的晚上6点到8点送货 哪知道我当时就是等到晚上10点了还没来 我就觉得诶迟到也不应该迟到这么久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客服 那客服的态度非常好 告诉我他名字是什么啊 然后他们之后也会送我30块钱的 tube作为那个补偿让我第二天早上 就是3月15号的星期天早上再打电话过来 说要reschedule一下 因为说现在太晚了 呃那个物流部也已经下班了 等到我第二天就是周日早上打理客服的时候呢 我发现他们的客服系统原来是没有在订单上 可以留任何的note 所以昨天那个客服给我的补偿方案 其实今天这个客服是完全不知道的 然后这个客服就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又要再重新跟他说一遍整件事情 然后他了解完整件事之后呢 他就说你等等我要打给物流部confirm一下 然后他说物流部今天一点半左右 可以有时间送货给你 你到时候ok吗 然后我就说不行 因为我要出去见客啊什么 不可以安排明天的晚上 然后他说那可以麻烦你明天的早上再打 打过来客服这边 然后让新的客服帮你去物流那边了解一下 有没有新的时间是有空档的可以给你配送 然后我就说那和你们今晚6点打后可以吗 他又再去问了一遍物流 最后来来回回这样子 再confirm了说好我们今晚给你送过来 等所有的货运过来之后呢 我才发现怎么没有纸巾 然后就问那个运货员 然后他就说我不太清楚这些货就在这里 那我再去check一下我的email才发现原来在送货的当天 他们已经发了一个email告诉我哪些产品是缺货的 在这里的话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bug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 那你当时我网购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说已经soulout了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网站系统是跟他们的库存是还没有完全挂钩的 这是一个我还蛮失望的地方 以上就是我与你们分享的我这两次在Metro的购物体验 那优缺点就在这里 希望这次能帮到你们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点击关注哦